周末,股神巴菲特发布了Berkshire Hathaway公司2017年的致股东信 Berkshire是巴菲特众多投资项目的控股公司 每年它写给股东的公开信,不仅要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也像给老朋友写信一样,说一些自己的投资感悟和家常里短 投资人们关注巴菲特的股东信,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知道老人家最近买了,卖了些哪些股票 消息传出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投资回报 可是人者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短视的信息 而是巴菲特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指导他投资决策的态度和哲学 今天为大家总结纪念股东信里的五个真正的亮点 首先,巴菲特警告我们,财经媒体非常短视 常常把焦点放在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误导性的新闻点上 他警告,媒体报道又是会不必要的吓唬投资人 又或是鼓励许多错误的投资行为 正因如此,每年Berkshire的股东信都尽量选择周末发布 以好给投资人和媒体多一点时间思考 其次,巴菲特告诉我们2017年他看的项目不少 但是最后都因估值过高没有出手 他认为这是因为当下职业CEO们为了做大做强 好不在意收购价格 而帮他们参谋的投资顾问们 更是受到利益驱使,总能编造出合理的理由 数据表格从来不会让CEO失望 巴菲特说,在介绍2017年Berkshire少有的几项收购项目时 忍者发现巴菲特总是不忘介绍收购对象的CEO 或者是创始家庭的背景 老人家直言不讳 自己收购的是了不起的人力资源和商业资源 有一些企业家在他看来有点识成金的本领 所以巴菲特总会花很多时间去衡量收购公司背后的团队和他们的理念 他说,有时候在人身上打赌比在资本上打赌有更大的胜算 说起打赌,巴菲特今年还分享了一个10年前他和一个基金公司的对赌 双方2007年分别拿出50万美元和10年时间看谁赚的钱更多 巴菲特选择被动投资标准普尔500的指数基金 而对赌的基金公司请选了5只声望显赫的基金 10年后,这5只基金的年化收益在0.3%到6.5%不等 但是,标普指数基金的年收益率高达8.5% 顾身忍不住还嘀咕了一句 说指数基金几乎没有费用成本 而不管赚不赚钱,这5只基金的管理人都发了大财 最后,熟悉Berkshire的朋友知道 巴菲特最大的生意是保险 对,和安邦的一样 但是和安邦不一样的是巴菲特深知保险业的风险所在 他举例说,伦敦的Lois保险公司曾经为股东连续盈利了三个世纪 但是在1980年代还是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 就像之前说的,数据表格从来不会让CEO失望 巴菲特认为很多保险公司的风险储备严重不足 因为精算师的计算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考试出题 然后批改卷子 忍者看完2017年的股东性 对股神的尊重又多了一些 今年87岁的巴菲特早已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捐给慈善事业 他在投资和做人上的收获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你清晰地了解市场信息、企业家、投资顾问和历史的能力边界 才能更好地判断投资风险 而这一点正是顶尖投资人不可能被投机者和人工智能复制的竞争力所在 感谢收看忍者ATM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并关注忍者ATM